中国卧蜀才去方 广州 谁知道广州城市个云火之城 海洋之城 最高峰时 一百万人的城市 有十万条船只 十十万人的船名 登基在城 广州在船上交汇已动 有的人龙州而来 有的人法阔而去 有的人从第一身啼哭 到最后一身嚎啕 一身在船上斗国 要与火人死光州 他是中华帝国开放的南达门 还是一斗暴瘦的城墙 从月球山的整海楼王区 九城里城墙上的砍兽人 还在接抽世人所孤陋 霸人装在篮筐里 吊紧吊取 新城外四三行阳楼 一涌上了点灯 广州重南有两个绵香 新旧广州城 宁人迷惑宙死 传说的乌阳城 乌为仙人其阳而知 受此捣水 此复这片温云的头地 乌骨风灯 像有永久的火平 其是广州居山脚地区 自古以来 重商轻隆 雷火航云与骇撒谋仪 引领风潮 展现升级火力 一千年前 犹太人与摩斯林商人 就在广州城舍殿局长 族方掩盖 在火肠米布 从事养茅 匹活 底堂 祥养 暴使生意 立白堂 清正时 水驱阔潜 皇朝祖南 傻不去彩 直到今天 南越广州 仍将成为财富与征担 革命与思潮的风暴中心 破碑的是 终究白灾 北方朝廷的首席 博曲 洪小浅 康悠伟 与生中山 这几斤 西华 广东人的外衣 都能看见 他们有一颗最保守 罔顾的雷星 所谓一火便宜 广州原来泄入广州 它不过是光火血雨 火湾里的 一片大的驴州 浩江一块滩胎的 欲望反驳 如今高楼迷离 虎湾尽死 小满腰 能生宅死 又有行舟 不是我们在那里赏权 又在那里登南 利益区 小满腾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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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满腾尽死